第一课 我可以坐这儿吗? 你好,我可以坐这儿吗? 可以,请坐 谢谢 不客气 请不要说话 好的,对不起 没关系 第二课 你早上几点起床? 你早上几点起床?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七点起床 星期六和星期天呢? 星期六和星期天 我十二点起床 妈妈 今天晚上我可以不睡觉吗? 你要做什么? 我要看小鱼几点睡觉 第三课 你的铅笔呢? 姐姐,你的铅笔呢? 在我的书包里 你的书包在哪儿? 在桌子上 你们看 这是七个小矮人的房间 里面有小床 小桌子和小椅子 电视在哪儿呢? 房间里面没有电视 第四课 我有一只猫 名字叫豆豆 豆豆的眼睛很漂亮 一只是绿色的 一只是黄色的 豆豆很喜欢吃鱼 你的书包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 书包里有什么? 有两本书 第五课 你会不会做饭? 姐姐,你会不会做饭? 会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包子 我不会做包子 这个包子真好吃 这是我妈妈做的 你妈妈是不是厨师? 不是 我妈妈是医生 第六课 包子多少钱一个? 你买什么? 包子多少钱一个? 两块钱一个 五块钱三个 我要三个 谢谢 有绿茶吗? 有 多少钱一杯? 五十块 五十块 太贵了 第七课 今天比昨天热 北京天气怎么样? 很好 不冷也不热 纽约呢? 纽约今天比昨天热 我喜欢喝冰水 爸爸妈妈喜欢喝热水 我觉得冰水比热水好喝 爸爸妈妈觉得热水比冰水好喝 他们不热吗? 第八课 马丁比我大三岁 哥哥比姐姐高 姐姐比我高 我比弟弟妹妹高 我们比大黄高很多 这是苏珊 这是苏珊 这是马丁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苏珊和马丁是同学 也是小学生 马丁比我大三岁 苏珊比我大两岁 第九课 你今天做什么了? 你今天吃水果了吗? 吃了 吃了什么水果? 吃了一个苹果和一个香蕉 你今天做什么了? 我画画了 这只熊猫真漂亮 爸爸 我没画熊猫 这是小狗 第十课 你怎么了? 明明起床 妈妈 我今天不去学校了 可以吗? 你怎么了? 我脚疼 我们去看医生 妈妈 我不去医院 我去学校 去学校? 你脚不疼了? 不疼了 第十一课 我来北京 一年了 妈妈 几点了? 三点零五了 我可以去那儿 玩十分钟吗? 可以 我和爸爸妈妈来北京一年了 我喜欢学习汉语 现在会用汉语打电话了 我的个子高了 头发长了 朋友们说 我比以前漂亮了 什么事 我们说 我来北京 云南 我来北京 我们在北京 我来北京